我们上礼拜做出了这个简单的 属于照片串接起来的这些影片 透过我们预设每一个素材进来的时间 就是从应用设定的时间的部分来去调整 因为我们这一次重新又开机进来 所以你还是得重新去打 假设你要预设的时间再去做改变 比如说这样子 那我现在为了要换掉其中几张照片 我举个例 过去你们可能上礼拜的照片里面有几张 你可能不喜欢或者解析度不好的 想要把它换掉 换掉的方法是这样子 首先这边点开两下 把你要的素材 就是对应到你的这些照片的资料夹里面 你要先把你的资料要对到 把你的素材丢到你的对应资料夹里面 确定进来之后 点两下开启你的这个素材 让你的这三张属于新的素材进来 等一下你们自己做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照片 如果你要网络抓 如果你要网络抓 请你抓解析度 最少要19201080 你的影片出来的画质才会好看 如果影片不好看 那就不要做了 说真的 所以你的内容一定是取胜于 你的这个画质一定要好 你不要随便再抓一些照片 因为上礼拜我们只是先让大家去做简单的设置 我们要一步一步把你的能力提升起来 该注意的东西我们会要提醒你 所以画面的好与坏 已经是决定你的这个影片的素材 本身的这个先天条件 你如果拍得不好 或者是说素材的解析度太差了 但事实上你一开始就吸引不了别人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好 素材已经进来了之后 怎么去置换其中某一个呢 你可能说老师我现在把它删掉 那各位注意看 你删掉它的时候 因为它现在内建是属于波纹的删除 就是说你删除内容的时候 它现在是属于波纹删除的方式 就是说你在这边做打擦 它是属于波纹删除的方式 所以它会自动把后面的往前删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把它的这个删除呢 不要选择波纹删除 单独删除的时候 它是可以空出一格 然后你可以拉一格进来 好 来去补这个位置 好 来去补这个位置 但是那你补进来的时候 因为它是属于飞波纹式的 所以你一晒下来这个后面呢 就会再往前往后挤出去 当然这个就是跟你的这个 插进来的这个物件 本身呢 插入模式是属于 什么样的模式有关系 那如果你插进来之后 这个不小心的空格又往后跳 那这边你可以按右键呢 去删除群组 这中间的空格 然后停进 那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方法 好 我让我回来 我要讲第二种方法 好 第二种方法是 刷一张照片来 在另外一个轨道 好 那我先把这个 这个轨道的部分呢 按右键呢 先做复制 好 然后再到你准备要换掉的这一张 按右键选择取代 这样子它就会change过来 然后这个就删掉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张是不是就换掉了 好 这一张就被换掉了 那因为这一张呢 我是用单眼相机 在中心文创园区的 那个燃染地区拍的 所以我这张的原子 画面呢 是4K的 4K的比值 所以基本上呢 它的画质一定不会比前面的差 一定不会比前面的差 只不过 因为我现在是19201080的画面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 你如果一旦就捡到4K 不过我们这边还是要跟各位讲 你这边叫4K捡不动 4K捡不动 因为你的硬体 你的电脑 你没办法去承受4K的 这样子的庞大的一个计算 所以要减4K 你的电脑呢 你的电脑的硬体规格就要拉高 你的拉高 一般来讲如果要减4K的话 最起码呢 你的RAM呢 要16G 那你的CPU 你的显卡 基本上都要越强越好 才能够减得动 如果不够的话 你根本放一个鬼两个鬼 几乎就已经累了 那这边呢 是额外化 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虽然我们现在有时候 要慢慢的去向4K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条件还是没到位 所以有一些电视台 它送出来的讯号 也没有办法到4K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了解 那这样 大家应该知道 怎么去换素材了吗 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呢 把它素材呢 先从这个地方 先做清楚的动作 那你清楚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 删除 或者是波纹删除 这两个 有加波纹的就是 有空格 它会自动补进来 所以你看这边会有个箭头 就是后面呢 它会自动往前进来 那如果你是单纯删除 它会空着洞 那你可以从 你的素材库里面呢 再去把你的这个素材 丢进来 再去补进 这个位置 那右边的部位呢 一旦出现空格 可以选择右键 删除群组 它会自动补进来 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另外呢 我刚才特别讲到就是 你要自换素材的方式呢 也可以选择 把素材先拉到另外一轨 在这个素材上面 按右键复制 然后到要换掉的这个画面上 然后呢 选择取代 不是部分 选择取代 取代之后 它就是把你复制的这个 换成你刚才想要换掉的 这个影片的部分 那再把你的 这个呢 删除掉 这样的话呢 我就已经换掉两张了 以上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呢 各位 待会呢 就以你抓比较好的素材 来做一个练习 后面我们给你 我们在做批枝处理的时候 我会先开启动作视窗 然后产生一个名称 按这个空白线产生一个 这个要录制动作的 这个名称 然后呢 我就开始去操作 我们去开始操作 然后选择 这个地方打1024 然后确定 然后关掉 确定 然后这个拉到最大 确定 这样子的动作就完成 那我们就可以 把它这个 录制的停止 那这样的意思就代表 我1024这里面 这个动作里面 影像尺寸 变更跟关闭的动作 那因为录好了之后呢 就代表说 下一次 我要套用1024的 这个动作的时候 然后我在新的这张画面 直接点它 然后按Play键 最后呢 它就做完了 这样子就自动做完 已经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 看出来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hotoshop里面的 这个动作录制 那如果要批次处理的话 就是说假设你有300张 那你就是套用这个动作 就可以去做 那档案里面的批次处理的话呢 会在这边 自动这边有所谓的批次处理 好 一次处理 机会呢 可以自己试试看 那这样子的照片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到 ADIUS的这个地方 把你的这个素材 刚才那个点击度 可能太高了 把这三张呢 把它换掉 把这把它换掉好了 免得这个好动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目前呢 这个被我改过的 就是1024 1024 所以这三张都已经变 1024了 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也许跑起来就不会那么卡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那再来做下一堂课的事情 我们之前呢 每一张照片都是固定的 都是固定的一个画面 那这些固定的画面呢 目前看起来呢 就是虽然配的音乐 好像好了一点点 可是我们希望呢 这个照片本身呢 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是不是更好呢 我想大家应该会认同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所以各位看一下 当我们点素材的时候 在你的讯息这边呢 会针对这个素材 显示出它相关的内容 包括你的档案名称在哪里 你的素材名称入点印点 印澳点 持续时间有多长 全部都会显示在这地方 然后有关于现在 这一个所谓的视频 就是所谓的这个素材 那上面呢 目前的叠加什么效果 也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不过目前来讲呢 我们并没有其他的素材存在 也没有其他的效果存在 所以目前来看呢 就是一个叫做视频布局 视频布局呢 点两下 它会跳出视频布局的画面 好 那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所显示的这个内容 左边是你的素材 右边是你的显示画面 Play的画面 大家实际看 这个画面其实左边跟右边都是黑掉 对吧 大家有看得出来吧 所以其实呢 这里面呢 会有所谓的安全框的概念 如果这三个框的各有各的这个名称在 你的素材最好不要小于小里面的这个安全框 那如果小于的话呢 你的边边可能就黑的 黑的 你会觉得说老师现在看不出来啊 对 但是如果你丢到其他的载具上面去播 比如说电视 手机 你会发现旁边黑的 那这样子就会很明显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布局里面的内容有哪些呢 就在这里 一个一个看 素材来源的裁切 固定 位置 跟拉伸 目前来讲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 假设我们现在素材的拉伸 各位来看一下 目前是140.6%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当时开这个画面的时候 是叫19201080 那你的素材是1024 所以它其实帮你拉大了 百分之40.6 这样了解吗 才能够上下顶住 上下是顶住了 可是你的左右边呢 其实是还有黑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维持 你的画面 左边跟右边也要塞满的话 那怎么办 把你的这个数字推高 怎么推 滑鼠在这里 直接拉滑鼠 按住左键不动 就直接可以变大 变大到旁边的这个蓝线的概括 再过去 就代表你的这个画面 基本上已经大于什么 大于你的整体的这个 最外框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有各种不同的这种载具 它的那个边框的大小 可能都会有点不同 如果最小里面的这个安全框 如果填满的话呢 基本上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 可是刚才左边的其实都还有 还有空间 所以其实我就把它拉大 拉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勾选是保持 引格的长宽比 所以当我这个打勾的时候 我拉一个等于拉两个数字 两边会同时一起缩放 那如果说你把它勾掉 那就代表我现在高度宽度 我可以独自处理 但是这样的坏处是什么 你的比例会跑掉 你的比例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在打勾 它会自动还原成1比1 有这原来的1比1的尺寸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拉伸的一个大小 那这边是像素 这边是百分比 两边都可以拉 但是如果说你是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这个箭头的部分 来去按增加或缩小的一个方式 来去适应 像这样子 这个是高度适应 这个是宽度适应 看懂吗 这个就自动调整到它的宽度 这个是自动调整到它的高度 所以刚才呢 只是适应在这个1080的高 那你如果要切这么大 就可以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 这个是上下左右都对齐 就大小 那如果两个都没办法满足的话 它只能满足一个 所以这边就要看一下 你试用哪一个对齐没有 也可以自己拉 那你也可以自己输入 比如说 你要140 我也可以 这样子 也是可以调整的 好 那了解这个之后呢 这是所谓的拉伸 整体画面的 这个大小比例 那位置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现在位置的X轴Y轴 X轴Y轴的百分比或者是像素 目前来讲呢 X这个地方呢 大概在这里 如果X如果你一改变 它可能向右 你的数字增加 向右跑过来 你左边就会黑掉 打0可以回来 那Y也是一样 Y如果往上增加 但是我们在所有的媒体里面的坐标轴 大致上都是左上角00 右边X增加 向下Y增加 所以你的Y如果增加 它的图会往下逃 不是往上 跟我们一般学的数学 SY的刚好Y轴 颠倒 所以你这边推的时候 数字往上推 你的图会一直掉下来 那如果说你左上角要对齐它 你可以选择这个 左上角对齐键 右上角对齐键 右下角对齐键 左下角对齐键 那也可以选择中间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其他就是左右上下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大致上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就可以抓到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置的一个情形 那再来呢 你的固定的话 就是说 你要不要去将你的这个坐标轴 去固定它的一个位置 那这边的话呢 假设你的固定 如果去调整它 那你就可以发现了 这里的部分呢 会有点不同 会有点不同 不过用到固定的机会呢 可能相对来讲少一点 那素材的剪裁 指的是我要拿掉哪一边 比如左边 我要拿掉一点点 各位注意看 它并没有把它做挤压 没有挤压 是只有遮掉 这样看懂 所以它是遮掉 所以如果说素材来源的剪裁 代表的是不去动你的相片的比例 但是类似遮罩的概念呢 把它藏起来或者是显示出来 所以目前来讲呢 左边顶部 你可以看到这边上面呢 就跑出黑色的来了 好 那这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 那基本上了解了这些之后 再来更重要的是底下的 所谓的关键点 我们叫key 我们叫key 就是我们英文字的钥匙的key 那这里的观念呢 就比较重要 这个有点类似在做动画的概念 那 这底下的视频布局 可以变更的内容 都是对应到上面的这些数字 比如说来源剪裁左右顶底 对吧 这四个数字 再来是固定sy 再来是位置的sy 再来是拉伸的sy 然后再来是填充颜色 填充颜色我刚刚没有讲 填充颜色的yuv 这是三个的这个值 还有最后的填充带的一个alpha alpha指的是它的一个透明度 alpha指的是透明度 那一定有的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如果在三秒钟的时间过程当中 我要让它一开始的画面的这朵菊花 是从上面是顶住的 这样子 比如说我的上面顶住 一开始是这样子 然后三秒钟跑完之后 我希望它的位置来到这里 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 在这三秒的过程当中 这张照片是要从这样子的位置 跑到这样子的位置来 所以菊花是往上拉起来 对不对 可以听懂我的概念 那要怎么做 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点的key的设定 关键点key的设定 大家我们现在不要太贪心 一次先调一个就好 要设定所谓的关键点 你必须要开启关键点 那开启关键点之前 要先确认一下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我调这一条的时候 调这个播放的 这个三角的play键的一个指标线的时候 这里有一条线也跟着走 当我走到最左边 就是这一个视频素材的起点 那就是代表目前 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 然后往右 跑到终点的时候 它其实到它的play键的 最终的这个位置来 好 那我们了解这样子的情形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怎么样 开始去设定我们的位置 那现在的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 大家注意看是y的值 一个是y为负五十 另外一个是y为正五十 对吧 这边如果你听不是很清楚 你再仔细的听一下 如果有困难 我们等一下会再解释 会再跟你做说明 现在起点的位置 我希望它在上面 然后终点的时候 三秒过后 我希望这个是在下面 对齐下面 那我们要把关键点的这个作用 好像我们的电源开关打开 打开的话 就代表我的关键点开始作用 那你注意看 我现在是在起点 那我的要改变的是位置的y 其他都不动 位置的y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增加一个key 增加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地方 看懂了 然后把它挪到你的素材最后面 那现在这条线是跑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时候再设下面的这个位置 那你注意看它这里 如果自动帮你增加一个固定y 那让它去自己设 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来试看看它的这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y 它固定y的位置跑上去了 那我们可以到这边来 看一下它固定y的部分 是不是要加进来它的这个位置 因为固定y的这个值 其实应该还是零 这个是它的那个坐标走的 这个中间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它哪一个值 是不是有错掉 让它回到正确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感觉 是这样子跑上去的 你注意看我们的这个固定的 固定的这个所谓的固定y 指的是这个中心点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可是我说它跑掉了 那你一定会觉得它这个值就不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不要去固定 所谓的x的y的 那这个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 比如说你如果不想去动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点把它删掉 把它去删掉 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处理它 那我们最终目的 就是希望它能够 回到我们正确的一个概念的位置上 跑的位置 如果是正确的 就OK 如果不是很正确 那你就要看一下我们的现在这个数值 它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让你的这个上方值是对齐的 然后到这边来 是这样子 所以按确定的话 我们这个照片在play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 有看到感觉吗 虽然它是一张镜子的照片 我们透过视频的布局 它一样可以怎么样 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摄影机 在慢慢的带画面 好 模拟好像摄影机在tag它 然后由上而下取景的过程 这个就是所谓的视频布局里面的模拟状态的一个摄影机移动 虽然它是镜子的 可是我们一样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效果 好 我把画面还给你 你先测单张 我们设定的这个起始关键点的位置 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滑鼠了 靠近它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红色的边框线会亮起来 其实不用完全跌在它上面 靠近它一定的位置大概就亮起来 这个时候如果你点它的时候会被选到 这个点是可以被选 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个指标线 现在play键的时间轴线放在这里 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key点在这个位置 它是它的这个相关的位置是目前是00 那当开始在往时间往前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像数值开始就在变 那中间变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一下到最后的时候 这一格来的时候变成是50% 然后像数字540 所以电脑在帮你计算它的这个移动 其实是靠的是这些数字的变动 所以这根究底是靠数学运算 不要以为学的数学没有用 有很多的程式背后一堆都是数学 那么你要知道 那可是我们现在是使用者 你也不用管它怎么计算 它就代表说从这个起始点的这个关键点 一直到下一个关键点 我们跳下一个关键点可以按这个下一键 跳到这边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y值的固定值 就是用0算到50 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不是平均加速 它是先慢再快 比如说这里一开始是比较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样 推了这么久它才1 可是中间会很快 中间这个数字增加得很快 这代表前面一开始它的计算比较慢一点 后面的会加速 中间加速 一直到最后快要到下一个关键点的时候 它又减速 就是说它快要慢慢 快要接近50的时候 这个数字呢 慢慢的从46 47到最后呢 来到50 所以它中间的计算并不是线性 我们在数学里面 如果说从假地点到影地点 中间如果发一条直线 那这个叫线性 我们说这个叫线性 那在数学上的话 就是类似什么Y等于多少X加多X加这样 这个叫线性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线性预算 因为中间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在我们数学上的一次线性方程式 如果说你中间是像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加速的 因为老师会看你们的反应 如果说我这边讲了你并没有抬头看 我是代表这边你不想听 不想听我就不讲 那这中间的就是靠非线性的预计算 可能是超物线的这种数学下去 把你的计算到数学是 一开始慢中间快 然后再来又减速这样子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关键点的一个计算 那这边的计算方式产生的是左右上下移动 那下一个如果说我要take它感觉上是摄影机 RuneIn就是放大 就是所谓的推镜头 往前推镜头做特写放大 这个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在视频布局里面 打开来点两下 画面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起始点的画面 我一开始先左右满格 先左右满格 然后再到它的时间轴结束的这个位置 到play线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把它放大到 假设300 好了我直接输入 就这么大 这座山好像已经被我用摄影机好像take进去了 我顺便呢 因为它take进去之后呢 它的这个山的这个部分呢 已经跑出了文字安全线框 好那我顺便借这个机会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三条线指的是 最外圈的叫做线扫描区域 就是不会显示的了 不管你是什么载具 你绝对不会超出最外边的蓝色框线是绝对看不到的 那如果说是属于第二个叫做过扫描区域 代表的是第二个框线 那第三个区域呢 第三个蓝线最里面那个叫做字幕安全线 字幕安全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字跑出了这个最里面的这个框框以外 有可能在别的载具上面字会被切掉 你懂我意思 所以如果字安全线你如果要摆字的话 建议呢不要摆出这条线以外的地区 那这边的对齐就会跟这边相对应 我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字幕安全区我对下缘 有没有看到这下缘是不是在最里面这条线 这样看懂吗 如果你选择的是过扫描区域的下缘 那它就是这一条线 第二个第二个蓝色线 那刚才我们预设的是嵌扫描区域 就是绝对不会出现 而是最外框 所以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要回到这个画面来 所以如果当我们这样推镜头进去 如果单纯这样子的话 我们play看看 推进去 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OK 但是我担心是在别的载具上面 可能这个三头会被切掉 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应该要调整Y的位置 我可能需要调整Y的位置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 如果到了这个时间轴到底之后的 这个Y值固定的 就是说我的位置的Y 位置的这个Y值 如果这个Y值我想要把它移一下 往上推就是图片会下来一点 我让它确认进入到我的文字安全框里面 这样子就可以确认 确认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在play键看一次 这边看 这个三头大概不会说 因为考虑的文字安全线之后 会被断头 因为影片有时候千万重点的东西 比如说人 假设这是人的头 那你在拍摄影片的时候很忌讳切头 很忌讳切头 所以一定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你不要把男主角或女主角的头 额头被切掉了 这样子一定会被骂 所以一定要了解这样的一个重点 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致上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 RuneIn的推进的方式 可以利用它这里面的Key 设定拉伸XY 或者局部再调整一下它的位置Y 那我们到时候的这个画面看起来 就好像一连串我们镜头 由上往下Tag 然后推进RuneIn RuneIn完成 那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这个画质RuneIn之后 你必须要还是很清晰 你不能够RuneIn之后看到那个像素点 那这样子就破功了 所以你的画质的高要是基本条件 用这样的方式的大家先再做一个看看 有关于刚才的这个左右的裁切边 然后又改变它的位置 所以其实刚才的Key 如果你已经有一点点了解了 那我们就把答案公布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开启了所谓的剪裁的左边跟右边的Key 我这边是开启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照片有没有移动 我照片是固定的 我没有移动 一开始的时候 在左边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裁切边 左边右边各裁了一部分 所以剩下这样 到下一个时间关键点的时候 我再设第二个参数 54.3 8.3 就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 这个关键点对应54.3 然后右边这个关键点对应8.3 那到下一个关键点 到下一个关键点来的时候 54.3变14.5 跑过来 这个呢 右边的变64.7 就是它的那个剩下这样 讲那么多也没有用 直接看感觉吧 然后到下一个关键点 再拉开 然后再到下一个关键点 收到左边去 如果说你要让它收成一条线消失掉 那也可以 你把两个数值变成一样就好 比如说 这个是 0.3 那你去推它 你推到 推到这两个 这边出现红色 就代表两个交叉过去了 over了 你这个地方呢 可以注意看一下 你的那个值 因为两个加起来 基本上是100 的话就代表中间的已经0了 已经没有了 已经是闭合起来的 如果说是这样调整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感觉呢 就是这样子 好 左右晃动 放大 缩小 收合不见 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 那至于底下的这个振动 这个弹跳振动 它的做法就是 歪轴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一连串这样 人生老师 这是什么 关键点这么多 对 它的关键点这么多 但是实际上的关键值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这是怎么做的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 我把所有的关键格 全部选起来 Delete 各位注意看 它就好像我们滑鼠一样 你可以用这样光选 然后全部变绿色之后 Delete 掉 我从头做一次给大家看 这边我的S值的 应该说Y值 因为我只要让它上下振动 如果你要左右振动的话 那就跟地震一样 看起来会跟地震一样 那我不要让它做X 我做Y 像一开始 我的Y是零 所以这边 我的固定的Y值 我的位置Y 加进来 当然有的 有的老师会建议 固定的SY跟拉伸SY 全部都勾 比如说我们凡主任 在上他的课的时候 曾经我去上过他的课 他会这样子 好像搞不懂的时候 我先把这个SY全部都勾 都勾 有没有用到再说 这也是可以 然后往前一格一点点 时间越短 代表你震动越快 时间长一点 你震动就慢 这样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那这边要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原来的节点 选起来 复制 按Ctrl C 就好像我们 一般做复制文件一样 按一下Ctrl C 然后这个时间轴 跑到这里之后呢 按Ctrl V 它会把你刚才的 那个参数节点放过来 放到这边来 放到这边来之后 是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调整他的Y值 比如说 上去一点点 那只有这个Y值改变 其实呢 这一整串里面 只有Y值改变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从第一个Key点 到第二个Key点 过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上来 好 那到下一个 下一个之后呢 如果我希望 它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所以你这边的节点 就不用再重设了 全部圈起来 复制 到下一个 贴上 再到下一个 再贴上 如果你嫌懒惰 再重新复制一次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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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些关键点 其实都只有两个变化而已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再回来 再上去 再回来 再上去 看懂了 那我这边的所谓的关键点 我就用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所以我这边呢 一下子我可以做出这么多的关键点 我实际上来讲 它只有改变Y而已 其他通通都没变 我固定 我改变的是固定Y 固定Y 就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子 有变而已 其他其实是没有变 那有人说 老师没有变 那这些就是我可以不要 可以 你可以把这些拿掉 就像这样 所以它还是怎么样 它还是呢 它还是会是震动 有没有 像这样 震动震动 好像在地团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利用它的这个关键key 去做出好像模拟地震来的感觉 这样子 那你如果加X的话 那就是左右晃 跟上下晃加起来 那就是什么 就直接好像是地震 好 那后面这一段呢 是指 我同样的这个画面 我放进来 在它的上面的这个 轨道 3V轨 这位影像 那这个3V轨呢 它的这个视频布局里面 改变的是 裁切顶部 跟裁切底部 那在这里面呢 我就是透过 第一个的关键点 裁切的数值 这边你可以自己设 这边绝对没有限制 你要多少 那下一个关键点 比如说老师 下一个关键点要多长 没有限制 你自己决定 这中间设定好之后 你只要改变其中一个数字 像 比如说老师 这里又出现红色呢 这代表 这中间有交叉 就是上裁切跟下裁切 中间交叉过去 有没有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中间是不是交叉过去 交叉过去 到下一个 再拉回来 那拉回来这两个 这两个绿色的关键点 跟这一个前面的这两个关键点 这个值是一样的 我是偷懒 这个复制 然后到这边的贴上 记得你贴上的位置 跟你这条暗红色的时间轴 所在的位置是同样的 你贴上的时候 会看你这条红线在哪里 贴哪里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 我再把改变它的这个裁切值 最后要闭合的话 到这边闭合的话 你就是顶跟底加起来 就是100分 百分比是100 这样就代表两个闭起来 那我为什么抓这个点 因为当时我是听音乐 听音乐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个 音乐符号的结束点 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抓节奏 影片的节奏 音乐是关键 抓得好 会让你加分很多 抓得不好 感觉上没到位 再看一次 我们也不敢说 我们拍的就是这样子抓一定好 但是我们只是告诉你说 这边好像有一个符号的音节 这音节结束的时候 我就利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裁切上下 去做一个好像闭合的动作 闭眼睛的动作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所以你的影片呢 如果你的影片跟节奏声音 能够配合起来 那这个部分呢 就会感觉比较好 那顺便也跟大家讲一下 像之前 樊主任在做那个 跆拳道比赛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一个画面 是最后一幕 跆拳道的选手 朝空一踢 一踢上去的最后 那个定住 我们刻意给他定住 零点几秒 然后那个音咒的节点 刚好下在那个位置 我等一下会抓给大家看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你的音乐 跟你的画面节奏 配合起来 那个感觉就对了 好 我这边呢 就告一段落 先把画面还给你 好 我们这边呢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于视频布局的剪辑 我现在把这个字幕呢 改一下 改成视频布局的剪辑 然后选择 随时至终 拉回来 那借着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把这个字幕呢 稍微再讲一下 因为上礼拜 最后呢 比较急一点 所以呢 没有时间去带各位 去讲字幕的部分 但是我已经看到 同学已经有人在用了 首先呢 底下这一排工具 是快速套用区 如果你觉得 这个部分是你想要的 你可以呢 点两下 直接 载入进去 可是呢 通常来讲 我们会建议的 作为标题的这种字 各位呢 字型就拜托 各位不要用细名题 不是拜托 这个叫做强制 如果你要做这种标题的 你用细名题 实在是不能看 所以还是请你选择 用一点 稍微有点美感 有点 比较 在我们之前呢 在讲那个 Photoshop的时候 应该有讲过 叫做秤线字 跟非秤线字 就是所谓的serive 跟sensorive 秤线字的话呢 就如果你用ABCD 来看的话呢 你会比较清楚 如果说我们现在打A 如果A我是这样写 那这个就没有秤线 没有秤拖线 如果我A是这样写 加了这两点 这个叫做秤线 那有秤线字 拿来做阅读的文字 OK 很好 但是拿来做每边的话 那你要看一下 因为通常这种字呢 会有比较细的那种线 那如果非秤线字的话 它字比较粗 所以我也不要 看比较细 要这样出一个认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中文字 所以 并没有英文字的困扰 那同样的 微软正黑体的话 基本上它是属于 左边那种 没有秤线 如果是细明体呢 细明体就你就会看到 这个边角这个地方 会有一些 勾 会有一些勾边 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的这个就是 类似比较像 这个秤线字的感觉 那我们要配合这个标题的话 我们建议呢 还是要用这种比较粗一点的字 然后底下这个就很像 我们在编辑握的一样 来从上面看一下 这是变换xy的值高度 所以你这边呢 可以改变 那我们直接从这个 去改变它的值 所以这个宽度高度 这个我就不讲了 行距字距 这个是代表 我的字的间距 现在如果你觉得太拥挤 我可以拉宽一点 像这样子 那行距是代表 你有两行的时候 才会显示 我现在只有一行 所以没感觉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样子设置 其实很简单 字的大小是字号 就是从这里去选择你的字 也可以直接输入大小 字体从上面选 横向文字 纵向文字 看你是怎么样的需求 这个其实 我不用讲 其实你可能都知道 粗体字会更清楚 但是要注意看 粗体字那个字 会不会一壶 整个绞在一起 如果全部挤在一起 这不适合 协体字 底线字 通常来讲 你做标题 应该都不用协体 不用底线 那这个是对齐的方式 靠左对齐 中间对齐 右边对齐 目前来讲 没有影响 如果你其他 有字比较长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影响到 比如说 我这边 再去拉 这个部分呢 就改变了它的宽度 改变了它的宽度 这个就变了 那你也可以从这边倒回来 去看 那往下看呢 各位看到填充颜色 填充颜色是代表字的填充颜色 一样跟我们之前那个Color Matte一样 你的颜色有一个 那就是有单色 方向是向右 如果你要建成色 你就选2 这边改成2之后 你就第二色票就要设 而且可以设透明度 如果你的字体本身要放纹理进去 那你也可以勾选纹理 然后加纹理的图 通常不建议 通常不建议 除了你的字很大 才需要用到 边缘的部分 就是目前字的旁边要不要勾线 要不要勾线 通常要注意 很多人 比如说他去拍影片 背景是很亮的 结果他上一个白色的字幕 又不勾边线 这个字就会看不见 所以这边是代表你的字 会勾一个边线 现在是勾黑边 勾黑色的边 所以目前来讲 因为它是蓝底 勾黑边 你其实看不出来 那你如果改个颜色 勾紫色的 那它在那边边的部分会显示 我这边秀一下 这样子 看得出来吗 你说老师你刚刚按了什么 按了上面这一个预览图 如果你觉得这里糊糊的 看不清楚 你按一下这个预览图 它会显示给你看 这个就是文字勾边的颜色 勾边的宽度 这边也可以设定 因为勾边的这个细线 的粗细的会在这里设定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你一旦设置这种勾边的文字的话 就代表你为了要让你的文字跟你的画面会有区隔 那有的人会说老师我用阴影就好了 我用阴影下面还有个阴影对不对 我阴影也可以打勾 有加了阴影进去之后呢 它会在它的下面呢 会加上阴影 阴影的颜色也是一样 就像这样子可以设定渐层 也可以设定单色或者是其他颜色 像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简单起见这个我都不设 你将来要设的时候 你知道我讲过了 你就知道自己try一下 应该可以理解 浮雕通常这些都是 画蛇天竹居多 真的有这个需求你再来处理 那文字通常来讲 很少人会把文字做模糊 所以这边可以不用理它 那这些都是你自己调的 如果你懒得调 你就挑下面的直接应用 那我的经验是直接用下面的 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太适合 不见得真的适合 所以你就自己看一下 没有需要怎么处理的 储存 因为我们是要覆盖原档 所以直接按储存就好 不要按右边的自动另存 自动另存它会存成另外一个文字档 我们直接盖掉保持储存就好了 现在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视频副局剪辑 这样子就已经改变了 那最后你的这个地方的名字制作人 也把你的这个地方改一下 因为字幕不要再用细名题了 待会你做成果上传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不希望大家看到还是细名题的文字 那大概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 我留给大家 等一下Render出来 照上礼拜的方式 把它Render成我们的这个MPEG-2之后 用格式工厂再去转 再去转 把你的档案转MPEG-4 让它档案小一点 这样才能够传上来 把后面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